各位观众想看最新的节目 请按这个钟 订阅公联业华YouTube频道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新一集公联业华 近年的士交通意外贫身 政府认为部分意外是涉及较为年长的司机 所以就有意把年长的司机的体检要求收紧 所以今集公联业华就请来 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第一副主席 阿林天赋 阿天赋 就去讲一下业界对收紧的体检要求 有什么建议的 阿天赋 可否先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政府今次这个收紧的一些要求 其实那个做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政府现在就要求 现在商量车司机 每到65岁的时候 就每年一检的 就是每年面生一次的 所以这个和之前的要求 那个要求高很多的 之前其实是70岁之后 就是去拿一个医生证明 它可以拿到逐三年的车牌 现在的要求就高很多了 所以引起很多职业司机的关注 情况是这样的 其实之前就是三年一检 还要是70岁以上 现在就降低了年龄 就是65岁 就已经是要每年去做一个检查了 其实业界对于这个做法 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的 首先那个延伸计划 我们觉得首先就是 不要将年龄和司机的交通安全挂钩 因为近期发生在炮台山这个事件 是一个年八十多岁的迪士司机 发生了更多意外的 社会上所有人都认为 年纪大一定是容易发生更多意外了 是 但是我们工会的层面 我们工会有很多年长的司机 我们发现他们很安全的 因为他们有比较好的驾驶经验 第二他们都知道 发生交通意外 第一是受影响的自己 因为车撞到自己 另外如果真的发生交通意外 自己不受伤的话 都会被政府罚的 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的 所以安全是司机搵食的基本要求 所以大家不要将交通安全和年长挂钩 其实立法会的文件 即运输当局交给立法会的文件里面 那些专家都说了很多次 就是年龄是其中一个因素 其实驾驶态度 车的基建问题 天气 药物 很多都影响到驾驶安全的 包括行人 所以大家不要将交通意外和年龄 直接挂钩 所以大家要考虑好这个交通安全 应该综合去看这个问题 所以对前线的司机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65岁的验身 司机最关注的首先就是 会影响到他拿到架体得住的问题 因为大家担心 如果政府嫌疑的内容很多 因为立法会的文件里面 就是说除了高血压、糖尿、还有很多癫痫症、癫症 就是很多手梭脚脚、眼泥、口鼻 甚至是深光皮肺腎都验了 所以大家觉得如果这样去验的话 可能费用会很高 因为现在私家医院去看检验的话 基本上是过千 如果政府要求的内容多的话 都是很贵的 第二个呢 现在香港的职业司机 他经常就是什么 工作时间长 又没有做运动 饮食又不是那么正常 所以糖尿、血压等等是很常见的 其实不是私家 香港很多人年纪大 都市病来的 对 都市病来的 所以如果他去路红社验 钱又要贵 又拿不到车牌 所以他们找不到食物 而且家里还需要照顾 六十多岁还要找食物 所以他们担心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对这个 收紧这个验身 都是比较大的反弹 工会有没有什么意见 对政府这一句的做法 我们要求政府 在要求提升验身标准之余 其实首先要政府不要情绪化 人家讲什么政府就去看 因为政府整个文件里面 说来说去都是有义无义 引导整个社会的舆论 都是觉得年纪大 商用车一定是不安全的 这个应该是要客观看这些问题 是 是 是 第二个我们希望政府去看 就要关注年纪大的司机 拿不到这个牌子 对整个行业的影响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士小巴 都是很多年纪大 超过65岁的 应该可能占了一半 或者是异常的 对不对 当这批人拿不到街执着的话 经常对整个交通行业的运作 影响比较大的 第三个司机层面 司机觉得现在政府要收紧我 现在的政策应该是恒之有效的 收紧之后 政府应该是什么 全盘计划去想的 我们公会提出 我现在是 65岁 要是验身也好 我们都觉得 如果司机是健康的那种 政府是要强行立法的 如果65岁验身之后 我们都希望到68岁验第二次 70岁验第三次 71岁验之后 每年一检验 是合理一点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 政府刚才说的 有很多要求 想一个司机很完美 所有的验身都去验 希望政府可以资助 因为事实上大家看到了 那个司机现在在三年疫情之后 收入减少 现在司机 大家都知道 专算小巴 一个月的人工 每天九小时工作 每天九小时工作 25日 得一万四千多 这个很明显 如果要验身 要他一千多两千元 应该差不多三四月的人工 所以他们有些强烈的反弹情绪 所以我们工会觉得 政府应该全面去考虑 还有要资助司机 再做一件事就是 安定司机的情绪 尤其是连长司机的情绪 是 另外也知道工会之前 有跟局方做一些意见交流 以及反映相关的情况 在这里可不可以说一下 有没有什么意见 是给了政府 除了刚才说的 我们工会都有一件事 都觉得 应该政府 在公平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因为现在要求 商用车司机去验身 65岁 开始验身 当然具体的安排 政府是今年的下半年 都是在做正讯意见 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漏洞 政府要求商用车司机 65岁验身 但是私家车70岁 尤其是的士司机的反应比较大 因为现在很多的士司机 他验身65岁 就跟政府走 但是私家车70岁 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司机说 我65岁 我就去拿什么 就拿那个牌子 就是去驾白牌车 我们很多的司机 就会流失 他拿了这些 大量流失 走到去驾白牌车 驾白牌车 出现的问题就是 现在现职的司机 我守法 我又要给政府嫌 又要给钱 又要很多规管 但是那些白牌车 反而去到70岁 走回救济 所以公平原则 就是大家觉得 应该是统一标准 是 私家车都应该是65岁 也不 当然 如果把所有人都落水 政府要考虑 是吧 因为 事实上 这个真的是 因为司机的行业 实际操作了大概5万人 整个持牌 都有20多万人 所以如果造成一个 这样的现象的话 对于现在 很支持政府计划的人 都觉得是不公平的 是 所以我们向各方 都希望重视前线 用手法司机的意见 是吧 是的 所以在这里 政府在咨询阶段 结束之后 应该要好好 定出一些 较为合理的政策 包括聆听工会的一些意见 他就是 叫做 不要这么密集式 或者叫做 每年去做一个 可能是隔一年 或者可能是 到七十岁之后 才是 每一年去做一个 验身 所以 政府应该 就是很聆听工会的意见 已经反映了相关的一些 一些意见 去做一些研究 订出一些可行的方法 好了 今集《公联业话》 又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